消失了两千多年的楼兰古国 重现天日 数千棺材出土 其中发现一具楼兰微笑女师 其容貌让周围人员无不惊叹为天人 女师不仅五官精致 脸上还有凝固而永恒的微笑 女师容貌后来被技术还原后 惊艳众人 足以胜出当代明星的颜值 这具女师到底是何身份 数千棺材到底是如何被发现的 下面就让史说带大家一同探秘 看到这里的朋友 麻烦点个赞 查难秒赞 可触发超赞特效 事情还得从九十年代说起 当时有一支外国的考古队 前往楼兰一直考古 考古一行人 在楼兰库姆河旁安营扎寨了 他们的墓地 就是传说中的千棺墓地 是一个有着近千口棺材的地方 一行人在此寻找了很长时间 皆一无所获 众人心底都十分失望 就分析 是不是墓地被河水和风暴肆虐的黄沙掩埋 就此腐烂了 就在众人都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 终于在营地的东南方发现了踪迹 一日 一行人向着荒漠更深处行进 走了没多久 就发现了一条河流 面对潺潺而流的河水 经过众人的分析 这条河应该是库姆辛河 再经过对河床的研究 断定形成的时间不超过十年 一行人决定沿河寻找 因为河流的流向 可能有他们想要寻找的东西 果然 在行走了没多久 就发现了一个小山丘 远远看去 山丘上有密密麻麻枯死的树干 高大约五米左右 这些树干很是紧密 一颗连着一颗 相互依偎支撑着 一行人起初并不知道 此处为何会出现这一景象 山丘的出现和周围的景象格格不入 他们决定一探究竟 当一行人走到山丘上的时候 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此时他们内心有激动 有震撼 因为眼前的遍地 都是木乃伊 骷髅 还有被肢解的尸体 到处散落着残破的木板 和破布碎片 并且他们还在周围 发现了一具完整的棺木 虽然经过两千多年 棺木仍保存完整 但是外表已经破败不堪 一行人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棺木 眼前的景象再次让他们愣住 只见棺木中有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尸 精致的五官像是睡着了一般 只是脸部由于失去水分 塌陷了下去 但这仍不影响这具尸体的盛世容颜 只见这女尸 身盖毛线样子的毯子 头上还戴了一顶帽子 帽子的两侧 有着高贵的雨林 林边还有红色的绒毛 脚上穿了一双皮靴 再看脸上脸旁脚小 高挺的鼻梁 大大的双眼 睫毛也很长 每一根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并且还有一头金黄色的卷发 头发稍微的弯曲 像极了现在的烫发 看着女尸的形象 很像我们如今时代的塔吉克族的少女 考古队一行人 惊叹完干尸 就把有价值的东西西树带走了 后来考古队的领头人贝格曼 回到自己的国家 就写了一本对于此行的记录的书 这本书叫《新疆考古地》 上面记载着 这鬼城应靠近小河 便将其称为小河墓地 还有书中重点提到 在那个小河墓地中 发现了一具干尸 但这贝格曼却没有对干尸进行研究 只带着珍贵文物回到了瑞典 然而在这之后 小河墓地却再次消失了 中国考古专家 他们对此很是好奇 那小河墓地真的存在吗 其中又埋藏了什么秘密 当千古鬼城再次现身于众人眼前时 也为考古专家们带来了巨大的惊喜 一具干尸的出现 更让专家们从内心生出愉悦 1979年 考古专家们接连两次 前往罗布坡寻找小河墓地 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2000年12月 年近古兮的王炳华 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再次踏入罗布坡 寻找小河墓地 考古对这一次做足了准备 不仅备好吃食 水源还带上了贝格曼的新疆考古记 然而这一次 却与前两次相差无几 并无所获 随着时间的推移 考古队带来的食物所剩无几 一行人眼看着就要葬身沙漠了 王炳华却说 再等等 三个小时内定有奇迹 结果令众人诧异 这奇迹还真的出现了 他们终于发现了这座传说中 拥有千口棺材的小河墓地 那是一片馒头状的沙丘 如同书中记载的那般 上面插满了胡杨 树桩 考古队员们欣喜若狂地跑向小河墓地 等真正站在墓地前的时候 眼前的一幕却震惊了众人 墓地上京散落着许多大小不一的船官 数量惊人 其中一具裸露出土的婴儿干尸 更是把在场的考古人员吓得不轻 也不知道是被墓地中数不胜数的棺果吓着了 考古队并没有立即对小河墓地进行考古发掘 而是原路返回了 直到三年后 另一位考古专家伊地利斯带队 进驻了罗布泊的传说中拥有千关的小河墓地 考古工作并不顺利 才刚开始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 罗布泊被称为沙漠中的死亡之海 环境非常恶劣 根据以往在沙漠中的考古经验 挖出来的珍贵文物 凡是散落在地表的 都会被卷起的沙子掩埋起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考古专家决定使用传输袋 将墓葬上方的沙子运送到山丘下 也好在专家们带来了许多高科技产品 虽不顺利 但好在最终解决了相关的问题 墓地中的真实即将显露在众人的面前 经过好几天的清理 墓地表层的沙子终于被清理干净了 胡杨树桩下是一具具用牛皮包裹着的棺木 像是一艘小船的形状 十分惊人 考古人员们还特意清点了一下 发现这里的棺材数量并没有一千口这么多 只是几十具 除了这具女性干尸 专家们还在附近清理出了一具婴儿干尸 和一具肌肉发达的男性干尸 他们像是一家三口 静静地躺在此处 专家们也十分好奇 女性干尸的面容竟像是一个混血 她到底会是谁 这四千年前的干尸 又为何保存得比埃及的木乃伊还要完好 干尸不符的研究成果出来后 在世界沿起了不小的轰动 民众们对此议论纷纷 新疆地区曾出土过许多奇异的文物 像人手抱身的镇木兽 罕见的传行目观 神秘DNA螺旋结构的女娲胶尾图 然而最令人瞠目结舌的 还是这小河墓地中的三具干尸 让人忘不掉的还数着清城清国的小河公主 小河公主出土时就像刚刚睡着一般 令人匪夷所思 一位体制人类学专家 接手了对小河公主的研究 朱教授一生见过无数人类骨骼标本 他没想到的是 这次对小河公主的研究 将会是他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发现 经过朱教授的研究 发现这小河公主属于欧罗巴人种 猜测在数千年前国家交界处就已经有人口往来的活动 以及不同人种血缘上的碰撞 专家们对小河公主的尸体检查了一遍 也没有发现任何人工防腐的措施 有关专家后来对女尸进行了容貌复原 经历了三年的艰苦工作 终于还原了18岁时的样子 赵承文教授采用的是图像还原技术 在法医学中是一种高难的技术 这也是在侦破案件中最常用到的技术 赵承文教授表示 这张复原像与其生前相貌相比 相似度可达90%以上 看到此处的朋友 你们被2000多年前的人惊艳到了吗 好了 本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再见